大家好,今天给讲《秘密森林》第七集的精彩内容。 我们上集讲到永恩秀跟黄史木坦白一切,想证明自己并不是凶手。 金秀灿因为指纹的事情,想要带人去抓黄史木,却被韩如真阻止。 徐东在偷听到佳英与普武城的儿子普清关是朋友的事情。 黄史木和韩如真吃完饭的时候,无意听到了一首歌与徐东在电话铃声相似, 于是怀疑黄史木听到的是徐东在的铃声,所以两人故意回去找徐东在确认铃声。 韩如真回家时,正好看到庆关来看奶奶,他于是故意试探庆关,并带庆关去警署做个笔录。 韩如真因为徐东在要来警署,马上给黄史木打了一个电话,让黄史木趁此机会去徐东在的办公室找手机,期间差点被发现。 黄史木看到徐东在拉走永恩秀,马上就去阻止。 直到李章俊出现,他们才都松了手。 本集开始就是李章俊次长一跃成为检察长的画面。 黄史木记得李章俊跟他说过检察长准备进入国会,到时候检察长的位置就是他的。 当时还以为是在吓唬他,没想到竟然是认真的。 李章俊接受了同事们的祝福后,慷慨激昂地讲了一段话。 李章俊荣生检察长,徐东仔再也不敢造次,他立刻拿出佳英的手机,开机后又迅速关机。 手机现在就是个烫手山芋,唯一的办法就是毁灭。 完事后,他让助理查一查全国的高尔夫球场,看看两天前有没有人以金南镇的名义预约。 虽然黄史木没找到手机,但他还留有后手。 徐东仔就知道自己已经被怀疑,那第一反应就是查看手机是否还在,然后考虑如何把手机丢掉。 韩汝珍早已整装待发,只要跟着徐东仔,无论他是去查看手机还是丢掉手机,都能抓他个现行。 另一边,李章俊成为检察长,办公室当然也得换换了。 而在这之前,他还有一件事要做,他拿出一个盒子,里面有一个钱包。 所有事的起点就是这个钱包,这要从一顿在寻常不过的普通饭局说起。 对方只是帮他截了账而已。 回去的路上,他多看了两眼这个钱包,就被有心人记下了。 因为这一顿饭,一个钱包的人情,他无法拒绝对方的下次邀约,从此越陷越深,久而久之就熟络起来,变成人脉。 李章俊徒手撕碎钱包,这些东西本该在第一次就拒绝的,现在就算代价再大,也必须拒绝。 李章俊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彻查西部地检。 他要看看有多少人在腐败的道路上前行。 李章俊也是成为检察长,次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。 部长有点想法,而尹科长也有点奇怪,明明是部长让他查的黄史木,可他却把真实结果汇报给李章俊。 跟部长说黄史木一切正常。 那边,韩汝珍一路跟着徐东仔来到普武城家,徐东仔好像在寻找什么。 眼看徐东仔准备离开,韩永珍立刻溜走。 同事很有眼色,故意帮韩汝珍拖延时间。 徐东仔是空着手出来的,不知是没找到他要的东西还是把东西藏起来了。 韩永珍继续跟了上去,可刚转过弯,就看到金灿秀在跟徐东仔打招呼。 可金灿秀认识他的车,被发现的话,就完蛋了。 韩汝珍立刻倒回去,绕了一圈,重新跟上。 徐东仔突然在桥上停车,准备把东西丢到水中。 韩汝珍立刻制止,终于让他抓了个信息。 等徐东仔放下手里的东西看,那只是一包烟而已。 韩汝珍上当了。 可怜的韩汝珍被徐东仔狠狠地羞辱一番。 黄史木的这点小伎俩被徐东仔轻松化解。 他来到江边,正准备丢掉手机,又传来奇怪的声音。 他回头一看,周围没人。 可能是附近的人在瞎喊或是听到了幻觉。 他丢掉手机。 总算了却一张心事。 然而事情哪有这么简单。 随后,黄史木就来到这里。 韩汝珍正在跟同事小张打捞手机。 原来,黄史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把小张也叫上。 对徐东仔进行双重跟踪。 韩汝珍在桥上暴露后,小张一路跟到这里。 就在徐东仔扔手机时,那个奇怪的声音就是小张发出来的。 佳英的手机在下午1点30分左右还开过机。 1点30分是徐东仔发现办公室被搜后,知道被怀疑。 还敢冒着风险开机。 可见,手机里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韩汝珍捞到了手机。 手机在水里抛了很久,不知道能恢复多少数据。 让助理调查的高尔夫球场有消息了。 徐东仔比他们快了一步,永恩秀来到黄史木家。 好像有什么话要说,他认为能惩罚李张俊的人只有李允范。 佳英的手机虽然在徐东仔手上,但也不能排除凶手把手机弄丢后被徐东仔捡到的可能。 而且永恩秀也很可疑。 另一边,韩永珍在警局睡觉。 灯突然熄灭,气氛诡异。 这时,佳英突然如鬼魅般出现。 韩永珍从睡梦中惊醒,原来是一场梦。 与此同时,佳英的病房迎来一位神秘女人。 韩永珍越想越不对劲。 她打电话给医院,但没人接听。 佳英的呼吸器被摘掉,男人把枕头按在佳英的脸上。 护士听到警报声,立刻冲进病房,把佳英的呼吸器重新带好。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,护士却以为是患者家属,并没有在意。 那边警方准备抓捕庆官,但庆官没能逃脱。 另一边,局长在李张俊家做客,徐东仔突然打来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汇报。 原来徐东仔已经指定嫌疑人是庆官。 案发时,庆官说他在部队,部队也证明了这件事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 那天庆官不仅不在部队,更重要的是晚上10点到凌晨1点30分,没有人能为他做不在场证明。 普武城在警大队庆官身上砸了不少钱,让他从小就开始学习高尔夫。 庆官的专长就是高尔夫,别的什么都不会。 进部队后就被安排成驾驶兵,可驾驶兵只是个幌子。 他其实是个高尔夫兵,把他安排成驾驶兵是为了方便带着一起去。 徐东仔之前去普武城家就是为了找高尔夫求聚,可家里并没有,唯一的可能就是带去部队。 还有一点,案发当天晚上,庆官一个人在外面,没人知道他的行踪。 部队之所以会给他打掩护,是因为团长金南镇白天去打高尔夫了。 上班时间出去打球被发现的话,团长也下不了台。 徐东仔确认过下午4点30分开的球,9点左右去参加一个饭局,一直到凌晨1点30分。 庆官吃完饭后,就在车上等团长。 10点左右有人看到过他,但之后的三个半小时再也没人见过他了。 他的作案时间足够充分。 不过现在证据太少,光凭这些就去招惹一个团长,太勉强了。 可局长不这么认为,最起码目前为止,逻辑是通的。 情斗初开的庆官,爱上佳英是很正常的事。 但父亲却把佳英当成了接待工具。 庆官一怒之下,杀父泄恨,佳英辜负了他。 但他于心不忍,没下杀手。 既然现在只差证据,那就好办了。 徐东仔手上有。 第二天,徐东仔召开新闻发布会,曝光了团长打高尔夫球的事。 徐东仔所说的证据是一段录音。 团长在上班时间让庆官陪他去打球的录音。 局长有点不开心,普武城的案子。 凶手另有其人,是他们警方先发现的。 佳英和庆官的关系也是他们先发现的。 结果风头都被检察官那边占了。 昨天知道这件事后,他就非常郁闷。 徐东仔为什么要揪着团长不放? 因为他手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,证明真的是庆官干的。 所以就拔水搅浑,转移大众的注意力,争取时间。 现在唯一的机会,就是尽快找到证据或者拿到庆官的自白。 另一边,韩永珍他们找到的手机泡在水里太久了。 恢复数据需要一点时间。 黄史木突然醒悟,上了徐东仔的当。 与此同时,李章俊想起了岳父的话,让他找一个替死鬼把这件事摆平。 不管庆官是不是真凶,都来得恰到好处。 团长被传唤到西部地界,李章俊亲自招待他。 那边,徐东仔正在审问,庆官对于杀人的事,庆官拒不承认。 与此同时,李章俊也在询问团长那天晚上参加饭局时,中途有没有见过庆官。 团长的答案决定着庆官的命运。 庆官删掉手机里和佳音有关的一切,徐东仔都知道。 他不听庆官的解释,甚至还暗示庆官让他认罪。 徐东仔从高尔夫球场和饭店拿到员工的爆料后,就找到了团长。 他让团长证明庆官不在部队。 作为回报,他会帮团长掩盖工作时间打球的事。 团长提醒李章俊,徐东仔非常阴险。 那边,韩汝珍找到团长夫人,从他那了解到佳音被绑架的那晚。 庆官跟他在高尔夫球场,永恩秀来找黄矢木。 看他的样子有点不太对劲。 永恩秀准备坐电梯,下巧碰到了徐东仔,被强行拉了进来。 永恩秀当然不会给他好脸色。 出电梯后,永恩秀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徐东仔不要再纠缠他。 但没想到,他透露出了黄矢木曾下过水。 徐东仔立刻紧张起来。 永恩秀也没想到徐东仔竟然不知道这件事。 徐东仔打听到,庆官那天去警局做笔录时一点才离开。 而他当时打开手机的时间是1点30分。 正合他意,可以完美嫁祸给庆官。 庆官的东西被警方没收,里面没有佳音的手机。 徐东仔暗示金灿秀,手机很有可能被藏在家里。 他让金灿秀立刻去普武城家。 而此时,庆官被警方言行逼供。 徐东仔来到普武城家,只要把手机藏好。 等金灿秀来了,待他找到手机,庆官的罪名就坐实了。 但没想到,韩汝珍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。 黄矢木突然出现,徐东仔愣在当场。 但他并没有放弃抵抗。 还反咬李章俊,说人是检察长杀的。 而此时的李章俊正在删除一些文件。 本集完,全剧人员智商在线。 韩汝珍和黄矢木双重跟踪,竟然也被徐东仔识破。 庆官也被徐东仔设计成替罪羊,连团长都被设计好。 面对着这不断的反转,和最后徐东仔的反应,难道幕后黑手真的是李章俊? 被抓的徐东仔还会交代出哪些秘密? 编剧脑洞大开,每个人都可以。 在欲望面前,人都是向自己的利益看齐。 剧中每一个人每走一步,都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 但利与弊,成功与否,就看每个人该如何选择。 但到底谁才是杀害佳音的凶手? 目的又是什么? 庆官下一步又该何去何从? 秘密森林,第七集的故事大致就结束了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见。